各位同學好 我們今天就學習蘇式的名作《前赤壁庫》 大家還記得是中四時曾經學習過蘇式描述赤壁景物的一首詞嗎? 就是念勞嬌赤壁懷古 現在考一考大家 蘇式是作這首詞的時候政治上有什麼遭遇呢? 這首詞就寫於宋神宗的玄峰五年 即是公元1082年 兩年之前作者就因為不滿朝廷推人的身證 就被政敵攻擊指他作師誹謗朝廷 於是他就被捕入獄 史稱為烏台詩案 後來他就被貶到黃州任團連父使 但是遭受監管 生活並不自由 到了元峰五年七月 他就游覽黃州的赤壁 由於赤壁基 寫下了念勞嬌赤壁懷古 蘇式是一個才華還日的作家 他對於詩、詞、文、符、書、繁、繪畫都有甚深的造詞 他在黃州遊覽赤壁基之後 除了寫作念勞嬌赤壁懷古這首詞之外 也寫了錢赤壁庫 為甚麼就是赤壁庫前面加一個錢字呢 因為蘇寫完滿篇之後 在同年的十月 和他的朋友再次來到赤壁遊歷 事後再寫一篇 名為後赤壁庫 所以後人把第一篇稱為前赤壁庫以作區別 念勞嬌赤壁懷古是一首詞 而前赤壁庫屬於甚麼問題呢 顧名詞其實就是庫 庫這種問題有甚麼特點呢 庫這個字本身有鋪排的意思 一般文人用庫來描寫景物、書法感情 而庫的第一個特點 就是大多數篇幅都是很長的 並且描寫細緻 遲早華麗 此外 庫是詩和文之外的一種問題 它兼有詩和文的特點 既有散衡的句法 亦都有對偶工整的句子 庫也講究押韻 朗讀的時候聲調和諧月異 所以一般人都認為庫是有半絲半魂的特點 而在結構上 庫是多數採用二人混搭的方式展開內容 引發感受的 大家知道詩成衡於宋代 庫是哪個朝代大行為成衡呢 其實成衡於漢代 所以漢庫在中國文行史上十分有名 而漢庫大多都是長篇巨製 到了宋代作家加以改良 加入了較多散文的成份 所以稱為文庫 篇封領也較短 而前赤壁庫就是宋代文庫的名篇 在學習課文之前 再考大家幾個問題 這篇文章名為前赤壁庫 講到赤壁 會令我們想起什麼歷史大事 就是漢末時代的赤壁之戰 在建安十三年 即公元二零八年 曹操大兵南下 對和孫權和劉碑聯軍在赤壁大戰 結果曹操戰敗 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 不過蘇式所留遊覽的是 赤壁基 又名為赤壁基 並不是當年赤壁之戰的戰場 作者只是借此引發聯想 抒發人生的感受 大家還記得 在《廉牢嬌赤壁懷故》裡 作者特別讚上哪一個三角人物呢? 就是周宇 蘇式對周宇的讚上表達了什麼感情呢? 他是讚上周宇一年清有為建功立業 目的是借周宇和自己對比 輸述他自己政治失意工業未成的失意情懷 在《廉牢嬌赤壁庫》裡 作者提到另一個著名的三角人物 就是曹操 好了 那他借史緯代有什麼情感呢? 大家就試試《先世月本文》 想一想答案 我們留待下次再說 現在給大家做個練習 試試回答以下兩條問題 第一條 《施略術庫》這種文體的特點 第二就是《施術蘇式前赤壁庫》的寫作背景 記住自己先試試做一做 第一條 《庫大多篇幅很長》 描寫細緻 遲早華麗 他兼有詩和文的特點 既有散騰的句法 亦有對夠公正的句子 此外 庫也講究硬穩 聲調和諧月異 所以一般人認為 庫是具有半詩半文的特點 在結構上 庫多數採用異人文答的方式來展開 引快感受 第二條 蘇式個性僅直 因為不滿意朝廷推人的新政 被政敵攻擊 只據作詩誹謗朝廷 被捕入獄 史稱為烏台斯岸 後來他被貶到黃州任團連庫市 他曾經和有人遊覽黃州 邪壁 有名邪壁基 寫下前尺壁庫和後尺壁庫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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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